天气冷缩缩 老人家想要出门活动的话 就需要一个很温暖的空间了 社会局在三民区 打造了一处室内老人活动中心 里头不但有加强无障碍的空间 还有按摩椅 书报区以及教室学习区等等 一应俱全 希望能够让来活动的长辈们 充分享受这个友善的英法族空间 坐上按摩椅马上露出放松神情 这里是三民区新开幕的 民族老人活动中心 中心内的设备一应俱全 不论是按摩椅 书报区还是教室 都可以让人免费使用 再加上老人家一进到空间内 马上就有聚工前往关心 可以说是非常的窩心 一斤都很多人在活动唱歌 对啦 真好 老人有时间来活动 这个地方就是活动很好 我们在社工很好 办了活动很成功 我们就住在附近啦 对啊 都会来参加啦 因为这里对我们都很近 很方便啦 为了打造影法族 乐活城市 市府委托竹光协会 经营管理 民族老人活动中心 除了是做平常时 大家可以聊天 联络感情的好地方 未来也会开设土风舞 手语教学等课程 让有兴趣的老人家报名参加 我们民族老人活动中心 定期会跟一些医院啊 诊所 或学校做合作 那会举办一些健康讲座 或者是一整的活动 那包括我们也有提供名额给实习生 来参与我们这些服务 服务老人 然后进入社区关怀老人 民族老人活动中心 每周一到五早上八点到十二点 以及下午一点半到五点开放 而且开放时间都会有职工在场 协助处理相关事务 要让大家随时都有最立即的服务 港内讯黄子坚 吕中益 参讨报导